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由鲁南制药舒尔嘉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我是主持人李雨菲 舒尔嘉减脂减肥健康到家 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而且了解有关节目的更多信息 今天的这堂课呢 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减肥 在过去的40年当中 全球的肥胖人口呈现出了爆发性的增长 从1975年的一亿五百万上升到了2014年的六亿四千一百万 那么我们中国的情况怎样呢 中国的男性肥胖人数是四千三百二十万 女性肥胖人数是四千六百四十万 中国的肥胖人数居全球首位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吃惊没有想到哈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减肥的事 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袁振芳医生 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杨丽华老师 有请两位 原振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大学医学部内分泌临床医学博士 擅长肥胖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的治疗 杨丽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临床营养师 长期从事临床营养专业工作 擅长肥胖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疾病的医学营养治疗 好那现在呢我们也来认识一下和我们一起上课的三位职场课代表 那首先呢让我们欢迎资深媒体人张红老师欢迎您 欢迎国际形象美学专家老黑欢迎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有一个职场课代表的座位 现在是没有人 他是我们今天一位非常特殊的课代表 我们稍后呢给大家来介绍 那现在我想问问我们两位职场课代表 你们是不是对减肥这个话题也并不陌生 你们对减肥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 刚才这个现场有人问我您体重多少 我说87的时候 他们说您这么胖 我说现在才87公斤 我曾经是100公斤的大胖子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现在降到了87公斤 减肥的过程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我们感受一下您的痛苦 老黑你好像也曾经胖过 对于减肥两个字 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 我是觉得减肥对我来讲 就是血泪史 哇 这程度更深 比如说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减肥 但你会突然发现出差三个月 奇迹般的回来了 这肉从哪回来的 就这个反复让你特别痛苦 所以大家都是用痛苦 血泪史 艰难等等这些词来形容减肥的过程 没错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大家不是不想减 是我想减 但是我减不下来 我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今天的这堂课呢 就教给大家一些科学的 有效的减肥方法 你看在我们的舞台一侧呢 有五个健康百宝箱 一一的来认识肥胖 了解肥胖 也知道如何科学有效的减肥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箱子里面 有什么 第一个箱子打开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可爱吗 这是一个小baby的衣服 有上衣还有裤子 你看一身 大家觉得这个儿童的服装 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减肥 这之间有关系吗 遗传 遗传 怎么叫遗传呢 父母精胖 自己孩子也胖 也是 所以这一家子全是胖子 是不是这样 老黑觉得呢 我是觉得 在警示小朋友从小就不能太胖吧 婴儿肥也不行 对对对 很多小朋友从小就很胖 好的 两位都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这件道具和肥胖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样一套小baby的服装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安徽小伙 甚至不愿意跟家人一起出门 我觉得当时我的生活是比较黑暗的 因为我每天见的就是见不到阳光 我在家里窗帘会拉得非常死 就这般的游戏 饿了我就吃东西 然后家人也经常会说我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减肥 我说我有愿意减啊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减 家里人劝说他减肥 他自己也尝试过各种减肥方法 但他始终坚持不下来 最胖的时候 他去医院体检 检查出有重度脂肪肝 可是医院的仪器都无法准确测出 脂肪肝严重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体内的脂肪太厚 仪器都无法检测 詹昌荣与妻子结婚不久 他的妻子就怀孕了 即将成为父亲的詹昌荣 格外兴奋 但令人意外的是 因为胎儿心牙薄弱 妻子不幸流产了 而这一切的原因 竟然跟詹昌荣的肥胖体质有关 我妻子对我很不理解 说你是别人结婚都有个孩子 你难道不想有个健康的孩子吗 父母对我就是觉得对我很失望 为了能跟妻子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他立志要瘦下来 为此他报名参加了电视台的一档减肥节目 在他参加节目之前 他的妻子又一次怀孕了 在参加节目的过程中 训练的艰苦是很难想象的 很多次他都坚持不下来 甚至产生了放弃比赛的念头 想要回家陪伴和照顾怀孕的妻子 但是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 不幸再次发生了 他的妻子再次流产了 因为第一次孩子流产以后 第二次这个孩子 我觉得我看得很重要 我觉得我害怕 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但可能没有那么狂热 但我心里面是害怕的 我怕孩子再次失去了 我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承受了 但我怕我妻子承受不了 但我心里面是一直想着 想咨询一下 我妻子到底怎么样怎么样 但我第一反应就是 可能孩子又保不住了 妻子的再次意外流产 对詹昌蓉的打击是巨大的 肥胖真的再也不能被忽视和容忍了 减肥成为他人生中 刻不容缓的事情 詹昌蓉更加坚定了减肥的决心 开始了与肥胖的艰苦较量 那么现在的詹昌蓉 有没有减肥成功呢 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第三位职场课代表 詹昌蓉 有请 欢迎欢迎欢迎你 詹昌蓉 欢迎 怎么样帅不帅 帅是吧 艺术临风 来有请小詹 你坐到你的这个位置上 对 能想象吗 一个只是一个体重 这个人的形象 就有这样一个天壤之别 那詹昌蓉给我们说一下 你现在的体重 是多少 我现在是180斤 按照你的这个身高来说 我觉得蛮不错的 那在这个短片当中呢 我们看到就是肥胖这件事情 曾经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包括说妻子的两次流产 都跟你的肥胖有关 那你现在减肥成功了 那你现在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有宝宝了吗 现在有宝宝了 宝宝已经出生快四个月了 真的 我们掌声送给詹昌蓉 恭喜你啊 哇 这个 所以减肥不仅让詹昌蓉更健康 而且同时也圆了你做父亲的梦想 那我想问一下 袁医生 刚才呢 这个小詹跟我们讲到说 肥胖可能会让你不容易做爸爸 那肥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 造成其他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是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肥胖的危害实在是太多了 总统地说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不仅仅大家老百姓所说的这种三高五高 可能比这个还要多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 那其实再数下来还有高尿酸血症 高胰岛素血症 还有肥胖相关性的肾脏病 脂肪肝 胆结石 然后还有呢我们骨关节病 癌症等等都是相关的 所以说从里到外 从头到脚 我们每一个器官功能 无一不会受到它的影响 所以无一会幸免 也包括生殖功能 不仅是男性 其实对女性可能大家反映的影响 可能是更多 因为很多女孩子会因为肥胖 而导致月经紊乱 月经不条 然后出现高雄激素血症 高瘀岛素血症 所以就是大家最常说的 多脑乱肠综合症 那这个多脑乱肠综合症呢 就会造成女性的不孕不育 这也是在肥胖女性 不孕不育的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 所以你看肥胖 当爸爸不容易 当妈妈也不容易 可能会更不容易 对 要想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家庭 首先你对自己的体重也要有一个控制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这个考一考三位职场课代表了 我们进入健康素养达人问 题目是这样的 肥胖会缩短人的寿命吗 你认为正确吗 这句话 如果你认为正确 那你请选择一下 会缩短人多长的寿命 四个选项 A 不会缩短寿命 B 八年 缩短八年 C 十年 D 二十年 哇 好可怕呀 我们从老黑开始 既然你这么积极踊跃 你先说说 你认为会不会缩短人的寿命呢 我觉得千真万确一定会缩短寿命的 因为你的身体指标都那么的差 因为我觉得 但是十年和二十年 我觉得可能这个胖的程度 因为晚上很多 有什么三百斤五百斤的 我觉得那肯定是二十年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胖子 就是两百斤左右的话 我觉得最少得十年吧 我选择十年 好的 那张虎老师 我选择会缩短人的寿命 所以我想选个C之类的 是不是比较保险 C也是十年 来 张长荣 你选哪一个呢 我应该会选择二十年 你选二十年啊 就是因为我真的身体技能 就是特别差 因为没有任何的运动 所以你看 那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挺触目惊心的 你要减肥回来之后 你多活二十年啊 我的天啊 干净起来 对啊 这个太刺激了 所以到底是会不会影响到人的寿命 如果影响的话 会影响多少年呢 就像刚才几位说的 那一定会缩短人的寿命呢 但是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必八年 这八年也挺长的呢 我觉得 有一位作者是 2014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 加拿大的一个作者 他观察了将近四千例的这样的病人 然后去看到底能缩短多少寿命 然后最多的是缩短了八年的寿命 更为让我们吃惊的 其实这八年减少的是 二十到四十岁年轻人的寿命 那对四十六十岁的人 这个段年龄段呢 是减少了四年 那么再往上 六十到八十岁的减少了一年 就是说其实说 其实对年轻人早期的胖的 早期越胖 其实危害是越大的 那其实这文章还有一个 更为正经的数据 就是说在这个年轻人中间 他丧失了将近十九年的健康的生活 就是你就十九年都在 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中度过的 对 就是虽然你活着 但是生活很没有质量 对 你越早肥胖危害越大 那越早行动生活越大 有些人会问 说我的化验指标都正常 那我是一个健康的肥胖 对 那这种说法是对吗 这就是肥胖人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 叫健康性肥胖 健康性肥胖 这是一个悖论 就是说你现在只是肥胖 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但是我们说随着 你胖的时间的延长 之后呢 你会各种各样的病逐渐的就会出来了 这种所谓健康和快乐的胖子 是因为才刚刚开始胖 好 下回千万别说自己是健康性的胖子了 对 所以千万不要对肥胖这件事情 比较以清新 肥胖不仅关乎到美 更会对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 去调查 肥胖平均会缩短人八年的寿命 更会缩短人十九年的健康寿命 肥胖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而对于职场人士来说 久坐 工作压力大 饮食不规律 缺乏运动等不良习惯 更容易导致肥胖问题的产生 那么究竟如何判断肥胖 肥胖又有哪些类型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箱子里面有什么 第二个箱子当中呢 是一个数字 三十三 我想到了一部电影 失恋三十三天 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三十三 三十三是年龄 比如说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就开始要注意了 是不是一个警示的一个数字 我相信我跟张老师很像 为了这个创业吧 不太顾及自己的身体 我那个时候像个孕妇一样 每天舔了大肚 到处就满世界乱飞去工作 那有一天真的你查出身体 我觉得我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查身体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告诉你七八项都高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震惊了 说那时候开始意识到减肥 好的 都觉得 我们这三十三代表的是年龄 那三十三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里的三十三 是我们来就诊的患者 他们的平均的BMI 在这个指标呢 是一个重度肥胖的 这样的一个指数 所以跟年龄无关是吧 所以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BMI是一个指数 它是怎么得来的 BMI是咱们比较常用的一个 衡量肥胖的一个指标 那它应该用你的体重 除以你的两个身高 然后这样算下来 BMI等于体重 一定要用公斤数 是吧 然后来除以身高呢 是米数 比如说你一米六七 那你就是一点六七 可以它的一个平方 我两次一点 对 好 来 现在三位赶紧算一下 您说到您的门诊 来看病的这些肥胖患者 它的平均的BMI是33 是吗 对 我们其实最多的 最高的那个BMI 达50多了 非常的肥胖 那正常的应该是多少呢 正常的咱们是 18.5到23.9 应该是个正常值 大于等于24 到28之间是超重 大于等于28是肥胖 那以32以上 叫重度肥胖 重度肥胖了 你们都算出来了吗 看看自己对号入座 你们属于哪一种状态 张老师您的BMI是 我很难过 我误以为我已经很好了呢 结果我是24 我也是超重 你的这个数值是多少 也24吧 也是24 对 占超什么呢 我也属于超重24点多 但是我们目测 都觉得他们已经很标准了 那其实离政坛的范围 也就是差那一点点 对 我问一下 现场你们大家都在算 有在这个28到32之间的吗 有吗 这位先生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 旁边这位也是 您自我介绍一下 您贵姓啊 我姓陈 陈先生 您的这个BMI指数是多少 30 30啊 对 旁边这位先生 您先 31 31 你们都在肥胖的范围是对 对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啊 那好 那其实BMI是一个衡量肥胖的一个标准了 这是唯一的一个标准吗 BMI有一定的一些局限性 比如说像运动员 您本身现在去健身肌肉多的人 其实他的BMI也是超的 所以这个指标呢 适合我们大众老百姓 但是如果经常健身的人 或者是原来的运动员 其实这个值是有偏差的 除了我们说的BMI这个值以外 那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呢 就是我们的腰围 腰围 为什么是什么 腰围呢 其实可以抵消一下BMI所带来的这个偏差 就是说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肚子到底大不大 那这个腹围的增加并不是说谁的肚皮有多厚 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你肚子里头的脂肪有多少 比如说我们的淡黄膜肠细膜之间的那个脂肪 那这个腹腔内脏的脂肪 它其实比我们这个皮下脂肪的细胞特性更坏一些 就是说它会释放更多的这些有害的一些物质 能够引起我们更多的这个胰岛素抵抗了 一些炎症因子了等等 来引起更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 腰围呢 比如说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吗 在我们中国人群中 腰围的界定呢 如果男性超过90公分 女性超过85公分 就是腰围的增加 就称之为腐形的肥胖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 就觉得你看我这BMI值也不高 对吧 那我肯定就不胖 但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要看你自己的这个腰围 如果你肚子很大 其实你也是局部肥胖的 对吧 那所以你也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那我特好奇 我想去量一下 你想量一下 来我们掌声有请老黑 这个勇气可嘉 小老师为了这个更精准一些 把外套都给脱了 对 来有请两位 红T恤的这位 对您也上来量一下 那不用量 那不用量 那不用上来太大了 那是侧头大的 但是我愿意让他上了 这样我们会比较的显得瘦 先给我量吧 这年自然放松的 对我自然放松的 状态下 我可能90多 95公分 95公分 天呐 90厘米 来 我们对 聊一下这位先生 一号门是 是107厘米 张老师现在多 咱们聊一下 张欧老师 张欧老师对自己来 蛮自信的 没有 没有 也没有 你看他使劲地吸着 使劲 对 103 103 所以张老师 您知道90在哪 90在这 您多了 啪一闸 对 103 不良不知道了 我很后悔今天到这了 不良不知道了 一良很悲哀 是对的 好吧 我们再次感谢三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这叫什么 负型肥胖吗 还是 它是有类型的吗 对 如果我们单纯 从外观上来分的话 可以分 辅心肥胖 或者是周围性肥胖 辅心肥胖呢 大家也称之为 中心性肥胖 或者就刚才提到的 叫苹果心肥胖 而周围性肥胖呢 是指的是离心肥胖 脂肪细胞呢 其实它在男女性 那由于我们 激素水平都不一样 其实它脂肪 沉积的部位也不一样 男性呢 因为更倾向于一些肌肉性 所以呢 其实脂肪呢 不太容易沉积 而女性呢 因为是有 持续速度作用 所以容易积攒在皮下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你要肥胖 那男性 那脂肪呢 就是容易长肚子上 而女性呢 可能相对的 该开始的时候 容易沉积在臀部和大腿 大家普遍地认识就是 胖是因为吃了太多导致的 但是也有的胖友就说 我其实不是因为胖 我是这个叫做什么 内分泌失调造成的肥胖 会有这样的原因吗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区别分 您是单纯性肥胖 还是激发性肥胖 那其实激发性肥胖呢 笼统地说 就是说 可能具有某种疾病 导致的肥胖 因为这个疾病呢 大部分属于我们内分泌的疾病 所以呢 在诊断肥胖之前 先分分类给自己 那您如果属于这种 病态型肥胖 当然应该先去治疗 先去治疗原发病 但是更多的病人 可能是没有这些疾病 我们通过检查 除外了这些病 那就是诊断为 叫单纯性肥胖 单从简单的字面上 来理解的话 就是非常简单的 这种肥胖 那就是因为你长期的这种 吃多了 运动少了 消耗少了 然后一点一点 这个脂肪攒起来 然后变得肥胖了 体重公斤数 除以身高数的平方 得出的数值 被称为BMI指数 BMI指数 是比较常用的一个 衡量肥胖的指标 BMI指数 大于等于24到28之间 是超重 大于等于28是肥胖 32以上则是重度肥胖 但是BMI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运动员及健身爱好者等 BMI指数 会有一定偏差 衡量肥胖的标准 同时要结合腰围的测量 腰围可以抵消一些 BMI带来的偏差 在中国人群中 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 女性腰围超过85公分 就称之为负性的肥胖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 哪些科学有效的减肥方法呢 职场健康客栏目由鲁南制药 舒尔加独家冠名播出 舒尔加减脂减肥健康到家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箱子里面有什么 第三个箱子当中的道具呢 这个一目两人超级减肥药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绝大多数肥胖的人 首先想到的 因为减肥好痛苦啊 有没有一种方法又快又有效 然后呢还不用那么费劲 那当然就吃减肥药 我也问一下 我们三位你们都曾经减过肥 你们都吃过减肥药吗 吃过 郑超容 之前吃过 你当时吃的是在医生指导下吃的吗 还是自己吃吗 不是我就是看广告 广告 吃的对 吃完之后见效了吗 其实线下是有一点点效果 但停下来以后一个多月就开始反弹了 二十多斤吧 可能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张老师您吃过吗 我吃过 那个也是没有在任何大夫的这个指导下 然后当时就是胖得太厉害了 然后呢就跟这个张老师一样 看了以后呢就悄悄地买了 一种这个 然后那个呢吃完以后呢 确确实实很明显 只是一停 立刻就很快 没有等一个月 两个多星期 就比原来还要胖 我在时尚圈混了太多年了 所以说那个广告对我来讲呢 我总是要 要是很细心地去洞察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算是孪生姐妹吧 他们就做一个减肥的广告 我当时就特别气愤 我就觉得这太夸张了 因为姐姐好像是刚生完宝宝 就肯定特别胖 完成之后呢 先拍姐姐 最后呈现出来是妹妹 我当时让我说这太不道德了 所以我从来没尝试过减肥药 这是老黑对减肥药的一个看法呢 坚决就抵制减肥药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医生 吃减肥药这种方式减肥可取吗 现在可能更多的外头一些被网上热追的 或者一些年轻人去热追的 更多的可能大家买到的都是一些违禁的一些减肥的一些药物 在我们国家就是中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唯一的用语 它的适应症就是超重和减肥的药 它的名称叫奥利斯卡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抑制我们胃肠到脂肪酶 那抑制了这个酶呢 你吃进去食物中的脂肪就不能被吸收 所以呢就排除体外 就是熟聪说的一个排油的药物 那这个呢因为它很少吸收入血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担心 比如说它对干涉的一些损害 所以安全性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说药物的减肥也是这样 它一定要配合你的饮食和运动 别人说我可以胡吃海塞 我可以随便吃随便喝 我就吃点减肥药就能减肥了 那我告诉你肯定是无效的 所以必须在饮食运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 然后我们再用这种正规的减肥药 可能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即便是吃减肥药 也要注意在饮食的配合 以及要适当的运动 如果光是靠吃减肥药的话 也是不能 如果随便吃的话 也是不能够达到减肥的目的的 对所以说其实在控制吃上 在减肥里头是第一要素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吃和减肥之间的关系 究竟应该怎么吃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道具 第四个箱子当中有什么呢 说到吃我们就来点吃的 猪类牌 那它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减肥的题目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道题目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猪肉什么位置的脂肪含量更高 A 猪类牌 B 五花肉 C 猪头肉 D 臀肩肉 然后E 是里肌肉 张红老师 我觉得C 猪头肉的脂肪的含量是最高的 肥头大耳肥头大耳就从这来的 所以你看猪头肉全是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猪的这个脂肪含量最高的地方就是猪头 老黑您选哪个 我选择五花肉 因为我没吃过猪头肉 我也没怎么看过 因为我觉得那个太刺激了 一个这个猪头放在那 我从来不敢去尝试 因为五花肉永远是最香的 反正一炒油也特别的多 我觉得特别容易产生脂肪 张红 你的判断呢 我也觉得应该是五花肉 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吃烤肉 好 现在有两位选择的五花肉 张红老师选择的是猪头肉 到底哪一个脂肪含量更高呢 我们请两位专家 谁来给我们揭示这个正确答案 好 我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猪力排 脂肪含量是100克 含有62克的脂肪 五花肉是100克含有40克的脂肪 猪头肉是含有44.6克的脂肪 纯肩肉含有32克的脂肪 底肌肉含有8克的脂肪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答案 你们自己心里就有清楚了 那么我们脂肪含量最高的那个部位 就是什么 猪类排 猪类排 对 脂肪含量是最高的 以后脂肪 我终于知道买肉可以买到哪一块了 对 所以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不同的食物 对我们的能量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建议选择不带皮的纯瘦肉 底肌肉 所以这个猪类排有点超乎我们的常识 我们没觉得它有那么高的脂肪含量 那是不是像猪类排就绝对不能吃呢 其实我们在减重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吃的东西 它都是有一个量的控制 那我有的一个朋友呢 他就老这么说 他说我喝凉水我都长肉 就是说我喝水都长泡 可能是个比喻 但是我们说喝水肯定不长肉 我们在十几年的减肥门针中 我们对它的调查 对它的膳食回顾 最后做出了总结 我们真的没有一例 这样的胖人是少的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杨老人还为此做了一些统计 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减肥门针呢 膳食调查的结果 平均每个人的能量摄入 每天是2700千卡 2700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男性 正常体重的男性 每天的推荐量是2250大卡 那么2700就多了500千卡 那就是接近一顿饭的能量了 那女性来说呢 一个正常成年女性 每天的推荐量是1800 那2700呢 比1800多了900千卡 就接近两顿饭的能量了 所以我们说呢 没有易胖体质 其实还就是吃多了 我们自己调侃跟胖有的啊 对 还是那句话 对啊 你的体重为什么不减 第一 吃多了 第二 你运动少了 第三 你既吃多了 又运动少了 第四 没有第四 所以就是吃多运动少 这一定是肥胖的 最直接的根源 对 而且呢 我们呢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的能量摄入啊 和我们的饱腹感呢 不一定是成正比的啊 我们设计了几个食谱 就是低能量的蘸食 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对对对 我呢 就举一下 每天1400千卡能量呢 我们都吃什么 怎么吃吧 首先我们说主食 每天的主食呢 保证有三两 这里我们要求粗细粮搭配 三两的主食 大家觉得真的是不太多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 主食的替代品 比如说哈 我们就用一些 含淀粉比较高的 这些属鱼类的蔬菜 当主食去吃 这样呢 增加饱腹感 同样是90千卡的能量 如果您选择米跟面 你只能选择半两 如果您要是选择 比方说南瓜 您可以选择350克南瓜 七两 也就是这么多的南瓜 和这样的馒头 半个馒头 所以同样的热量 它的体积是不一样大的 所以我们就说呢 在同样的热量下 尽量选择体积比较大的食物 这是主食 除了主食以外呢 我们还设计了 每天是二两的鱼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半条鱼 每天可以吃这样一块的半条鱼 然后100克的纯瘦肉 这样的肉每天可以吃到两块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每天吃100克的豆腐 基本上是这么一块豆腐 然后每天一包牛奶 最好选择脱脂牛奶 一天一个鸡蛋 这些都是给我们提供优质蛋白的食物 所以一定要摄入够 那蔬菜我感觉能吃好多啊 蔬菜我们可以吃到一斤以上的蔬菜 然后水果 一天可以吃到半斤的水果 然后油呢 我们基本上15到20克油 是什么概念呢 这一勺油是10克 每天可以吃到两勺油 所以煎炸的东西最好就不选择 那么这个食谱的特点就是 一个你控制的能量 再有一个营养搭配也比较均衡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饮食的方式 那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 吃哪些东西可能量比较低 但是你们知道怎么吃也是有学问的 所以现场我们就用吃这件事 来考一考三位课代表 好吗 做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是不是有点饿了 来给你们发点吃的 这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福利 那现在呢 我们请三位课代表呢 都选择一样水果 三位都吃橘子 好吗 来 有请吧 嗯 那今天呢 我们为什么要让三位课代表来吃橘子呢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玄金呢 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看看 它的这个咀嚼的次数到底是多少 那老黑老师呢 是吃了就是一个橘子呢 一半橘子嚼了21下 对吧 然后张宏老师是嚼了11下 张康蓉是就咀嚼了8下 那么这里头呢 是老黑老师 就是做的是最好 怎么叫做的最好呢 因为他嚼的多吗 对 因为他的咀嚼次数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就是我们说的 要细嚼慢咽 对于我们减重是有帮助的 那看来呢 老黑这个咀嚼的方式是最正确的 恭喜你 你可以获得一个由鲁男制药 舒尔嘉提供你其小木家家 恭喜你 有他陪伴你 好的 大家知道吗 我们控制我们吃饭和停止吃饭的中枢 在大脑 那么在大脑发出这个相关指令的之前呢 需要我们停电的一些激素和胃肠道充盈度的这个信号的刺激 那么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呢 它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 大约需要20分钟 如果您的吃饭就速度太快 就会在信号传递的延迟过程当中呢 摄入过多的食物 如果您细嚼慢咽呢 就会我们一方面可以就是享受这种进餐的过程 而且呢 也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能量 所以我们细嚼慢咽呢 是我们减重的一个养成良好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方法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呢 也有助于我们减轻体重 首先呢 我们要少量多餐 这样的有效克服饥饿感 防止低血糖 特别是对于有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这个要防止它低血糖的发生 再有一个呢 我们说要细嚼慢咽 继数下咽 一定要避免快速进食 通常我们建议说呢 一口混合食物呢 我们最好嚼20下左右比较合适 嚼20下 因为是榨汁了 对 只有在嘴里榨了个果汁喝下去了 也有病人说 说嚼20下两口就没了 所以您一定得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饮食习惯 其实我们常说 一切不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减肥 为目的的减肥 到最后其实都是失败的 我们还要做到粗细粮搭配 有粗粮和细粮的时候呢 我们先吃粗粮再吃细粮 然后进食的顺序呢 我们也有讲究 先吃蔬菜 再吃豆类 再吃瘦肉 最后吃主食 然后抵制零食和夜食 这个零食刚才我们讲的 它能量非常高 还有呢 要控制情绪饮食 就包括我们有些女性 生气了会大吃一顿 高兴了 也会大吃一顿 化悲痛为食欲 一定得是 控制情绪饮食 再有一个呢 一定要减少外出就餐的这个频率 因为你在外面吃饭 很难控制你的油和盐 对 再有一个烹调方法 禁用油煎油炸 比如说我们说 同样一两的面 它蒸成馒头和炸成油饼 那油饼的能量 就比馒头的能量高出两倍 我们要进一季饮食日季 这个确实是很 对我们减重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的能量摄入有的时候 不是以你的饱腹感决定的 所以呢 我们说记一季饮食日季 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我一天的能量 到底是吃了多少 对自己也是一个中处 对 吃与肥胖的关系重大 专家指出 控制饮食是减肥的第一要素 低热量饮食 拒绝零食 细嚼慢咽 记录饮食日季 都是健康减脂减肥的好习惯 针对工作节奏较快的职场人士来说 尽量减少在外就餐 更有利于控制热量的摄入 除了吃之外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地运动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个道具里面是什么 看看第五个箱子里面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双运动鞋 出乎你们的意料 手机也可以减肥 手机跟减肥有什么关系呢 网上一些减肥的那种软件吧 我觉得刚才那个张康荣说的是比较靠谱的 手机上有很多的这种软件 其实可以比如说记录我们的食谱 同时也可以记录我今天走了多少步呀 或者是我消耗了多少的热量啊 运动减肥 到底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帮助到底减肥 我们来看一道题 有人说运动可以减肥 那么每天走一万步 可以减肥吗 可以 B不可以 我选择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一万步我不觉得是可以做到减肥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就不够多是吗 完全不够多 张康老师觉得呢 我选A我觉得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现在就是手机上下了一个健康软件 我大概每天走九千到一万一的这个步伐 然后我呢就从这个一百公斤二百斤就减到了最好的时候减到八十五公斤 好那最后呢张昌蓉你怎么选 我应该会选A 可以 你觉得可以 对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只要消耗大于摄入 我觉得应该就会起到减肥的效果 好的 那么到底能还是不能呢 应该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呢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运动师李明 有请 先揭晓一下这个答案吧 我觉得三个答案都是对的 为什么 为什么说有的人说行呢 因为如果我们运动的时候 你还去控制着饮食的话 就像那个张常蓉说的是 运动的量大于这个收了 那肯定是会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边运动 一边在吃 那可能就真的是减不了肥了 还有呢 刚才像老黑说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运动的强度够不够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病人 是说我每天都很忙碌 我每天我在家里做很多家务 做这个事情也很多 但是我就是不瘦 为什么呢 可能是它的运动强度不够 所以运动的时候还要想要我们的运动强度 运动的强度可能比我们的运动量可能更重要 我们通常会提到这个运动心理或者叫燃脂心理 确实有这样子提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始终处于一种低水平的 叫做低强度的这种运动的话 它不足以去刺激你的身体 我们运动的时候要有一种叫做超负荷的原则 也就是说你运动的强度应该超过你平常的运动 这个时候你才能有这种效果 通常我们选择的是运动的强度应该是中等的强度 如果是没有到达中等的强度的话 那我们身体会产生这种高度的适应 不会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我们正常人是220减去年龄 比如说一个40岁的男性 然后他220减去年龄的话 那就是180 这是他的最大心理 那他的运动心理应该达到多少呢 应该达到0.126 乘以70% 大概是126 126上下 所以就是说他比如跑步也好 游泳也好 反正是通过运动之后 他的心跳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对对对 他的强度才算够 对 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有减肥的作用 220减去年龄 则是这个年龄的最大心率 乘70%则是他的运动心率 又被称为燃脂心率 以一位30岁的职场人士为例 他的运动心率应该是220 减30 然后乘70% 等于133 运动需要达到人之心率 才会有减肥的效果 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各有不同 想要达到安全有效的减肥效果 需要征询医生及专业人士的建议 职场健康课栏目由鲁南制药 休尔嘉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生活 让我们从控制自己的体重开始 那今天的职场课呢 到这就要结束了 好 再次感谢专家 谢谢各位的参与 我们下周同志再见 再见